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很期待大家可以带起你的耳机一起来听 那在影片结束过后呢 我们也请到了本次未来媒体艺术节的策展人之一 红弦来与配对谈 那红弦的部分呢 因为他也是play around工作坊的发起人策划人 他们从2008到2012 2018 都有经历过了非常多的酸甜苦辣 相信等一下的影片播完之后 如果大家曾经参与过play around 或者是你其实曾经是play around的助教学生 都很欢迎在我们FB上面留言 然后提问看看老朋友们相聚是不是有一些分外有趣的事情发生 接下来的话就播放配为我们大家准备的影片 其实一开始 大约在2006年 那时候我去法国驻春 然后去法国巴黎驻春 在要去之前就跟红弦碰到面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对于台湾数位环境跟电子艺术创作的想法概念 我们就忽然大家都一起想到说 其实办工作坊是一个对未来有远景的东西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存在这个想法 然后过了不久 然后红弦就说真的有一个机会我们来办吧 他找到跟工研院 工研院那时候 还有一个Uniting 然后那时候我跟Alcy的Tronica有一些联系 他们就听到那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类似像有教育性质的工作坊 但是又不要太僵硬的那种教育性质的工作坊 所以我们就开始2001年在交大开始办了第一届 那时候我们就很单纯的是一个开放态度 所以我们用一个Play Around 然后希望是有各个不同年龄背景的人 对于这个艺术环境跟数位创作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参与 那主题大可能跟那时候当时的IoT体感运算 然后电子互动还有声音环境声响环境那一类的东西开始 然后演算拟音之类的 我们提倡开放软体就是开源软体Open Source 那其重点也是说希望大家在运用商业软体习惯 用商业软体创作的同时也可以开放一点想到 其实你所要的任何原始码是掌控在你手里的 那这样的开放的观点可能又会逼着你去找更多 比如说去往外寻找 你必须要寻找答案的时候就必须往外寻找 那当你往外寻找之后 你回来可以改你的Code 你就不必受限于物有的模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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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想要做什麼 然後備料 然後執行 擺盤 呈現 只是一個過程 蠻像的 因為都必須是在跟 你是要煮給人吃的 那藝術是要給人看的 大概就是這樣 OK 其實每一組的學生 當初我們 預想是說 因為跟學校合作 當然我們尊重學校 學生們的優先權 所以我們當時 是一半是學校的學生 然後另外一半就開放給業界的人士 跟不是在學校的人士 對 有老師有學生 那學生可能他們還是藝術圈的 可能念科技藝術的啊 念繪畫的也有 念雕塑的也有 念哲學的也有 那很多是生科的也有 所以因為 這也變成後來2009、2012 生物藝術其實變成一個 蠻重要的組織這樣子 那你當初會想要跟學校合作的 學校合作的原因 可以講嗎 可以問嗎 學校 其實不是我跟 因為我的部分 我是負責策動 然後規劃 主題跟 概念發想 嗯哼 那弘弦 而且 他是負責找錢的人 他人脈比較廣 他找得到錢 那很多學校其實也看到這樣子工作坊的模式 其實對學生我想是有好處的 所以他們都很支持 特別是要感謝大潘 嗯 嗯 2008年一開始 我們就想說要辦一個工作坊 辦什麼工作坊呢 要好玩 要好玩 不能太 更 那就 play around 聽起來好像很 很隨意 但其實這個隨意不是隨便 play around 就是玩是很花精神的 玩是必須要很花精神的 嗯 你不需要專注才好玩 不然也不好玩 嗯 所以我們當初就成立了Play Around 工作坊這個名字 然後我還記得第一年Play Around 一開始 Toby Toby S. Hoffman 他就想到說台灣這麼多是電子王國 那應該有很多廢棄的玩具 他就請大家帶不要的廢棄的玩具 然後經過電子更改 把它修復或更改 我重新再創 再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本身是音景 就是聲音環境的部分 然後還有李俊他是那時候 那所有的不同實體的東西 其實是需要透過一個軟體來做結合 那時候我們就選了 李俊他是PD的開發人之一 所以他那時候在英國還在念博士吧 我們就請了李俊 然後他負責帶領PD的部分 那軟體他也像是一個結合劑吧 所以有硬體可以動的東西 他可以透過一個不同的programming去做不同的發展 那時候學生們一起創作熬夜的那種革命情感 存留在很多人的心中 因為在台灣生活很忙碌 你很少會有機會這樣子 除非夏令營對不對 那年紀大了還是去曬家夏令營啊 其實我們劇有點像夏令營 然後那樣子的感動的過程 讓大家對play around印象很深 所以2009年洪賢找到大潘 還是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認識 那大潘非常出實 我們就知道那在台一大半 那一屆的主題我們就 那時候剛好2008年金融海嘯 對然後很多很傷心的故事發生 那我們的科技是不斷在進步 但是人性的關懷跟人性的生活環境 似乎並沒有在進步 而是感覺到你看到很多的危機 那有越來越多的人流浪在街頭是遊民 那遊民其實我們是把它轉換成一個自由移動的狀況 那當然他的可能某方面不是那麼充足富足 但是他還是有他的創意跟行為可以去改變自己的生活 那我們在科技環境下如何運用現有的科技 科技不再是一個所謂的高科技遙不科技 我們生活中都有各式各樣的所謂的科技 就像是你從打火石變成火柴也是一個科技的轉換 那我們如何在這樣子的生活中去尋找科技 很有趣的是我最近看到一個名詞叫做數位遊民 那英文其實是no man 並不是我們台灣想像的遊民是接遊這樣子 那遊民所以他是一個自由移動的狀況 那最近波羅的海三小坡 他們開始接受所謂的數位遊民 就是你不一定是要去那邊工作的簽證什麼 你只要是你在某一個地方有工作 很歡迎你去他們那邊住 所以你人的移動的方式漸漸的不再被國籍 這樣子的規則給限定 那play around很多時候其實是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打破一些既有的規則 不是說打破規則就是好 或者說打破規則之後後面是什麼 你要錢還是接至少你有一個經驗 然後那就是科技遊民 然後改造玩具 然後改造環境的一個開始 然後2010 2010啊是不是 文化培養名 但這樣子共享共創的文 這樣的文化興起了之後 在學生之間應該有不錯的翻向 所以2010我們開想到 如何藉由不同的文化 那我們的講師背景 除了以台灣瑞士德國歐美 美國歐美系統之外 其實離台灣最近的是東南亞國家 那我們也有印度跟印尼的講師 特別是印尼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們是一個他們的生活社會中 是一個社區跟族群非常緊密的生活在一起的族群 他們對於分享的概念 還有社群的概念 是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學習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印尼的 Hoff的講師來做一個社區改造的工作坊 然後還2012 2012 2012中間停了兩三年可能未去念書 然後大家沉積了一段日子 好像覺得又想玩一下囉 那2012是 太空之旅 那時候在2010之前有一些生物藝術的探討 跟深化環境的探討之後 我們就開始發想 那除了如果地球已經被我們毀了 所以就開始往科幻的地方發展 那太空之旅就討論到更多的 你在不同的環境 刻苦的環境 跟地球不同的環境下 你要如何去保留人這個主題 因為人當中是 你除了現實生活中的物件之外 人跟人的溝通跟傳達 其實一直是play around很重要 因為你跟人家合作 你就是要溝通 對那所以我們那時候有 可只好帶了一個潛質工作坊 叫做咒語學 就是蠻有趣的 然後還有培養那些小小的生物啊 培養小小的細菌啊 那那些小小的細菌 當然在工作坊 每一個主題 它有它必須要的工具 跟它的背後的 所需要的基本知識 這些都是工作坊能夠學習到的 所以我們在和用了 可以和培養的房間 可以用在墊設置 可以放棄 可以用在沾棄 condition 你也會做不正常嗎 我會會用用沾棄的廢林 在使用沾棄 我也很說不正常呢 我會用沾棄的地道 首先是一般我們要沾棄 所以那在大廢林 我想說這次的廢林 在工作中是看看 我才是出value你 如果你有喜意的 我拍到不同人 Ball 所以呢 我会有很多意识 我会有很多意识 我会有很多意愿 我会有很多意识 今天你有欢迎想 如果你很喜欢 可以想吗 watch music 没有 我相信 我也不想要 我需要帮忙 但我需要一个什么 您可以 我認為每一個模組大概有10到12位的學生 那5組或7組下來其實也有70個人左右 或是50個或50到70個人 加上工作人員可能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100多人的 那學員呢他在他們自己的小組當作工作 然後三天之後呢他們已經漸漸慢慢進入一個習慣的模式之後 要馬上被拆散打破 我覺得這對很多人個性問題啦 可能是很不能理解我才剛要進入剛要專心的創作 你去把我拉走 有些人會覺得不告訴你 那也有些人覺得說他當初學的技術時候 他現在可以運用或去找其他組的人來聊天 可能要克服一下自己的害羞 或是其實我好像知道的不是那麼多 那我要怎麼打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覺得不用 對要克服自己的心 所以我們只是提供他一個環境跟壓縮的時間去經歷過這些經驗 恩你 在工作坊之間大家緊密的相處 我今天來講 情緒都很多的 有開心有不開心 有挫折 有生氣 其實這些我們都經歷過 我覺得記得最有趣一開始 2009吧 應該是2009 有一個學生 我在等油熱 有一個學生他 他可能不習慣這樣子的上學模式 他是交換生 從別的國家來的 他就忽然在第三天 就忽然衝過來問我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這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當初真的傻眼 因為我那時候很累 我又要側動 然後又要帶工作坊 然後一下被質問 我這樣有什麼意義的時候 我當時當下真的有點火 然後我就深呼吸一口氣 然後說跟他解釋說 其實所有的結果 而不是就是在成果而已 那play around其實著重的真的不是成果 而我們是注重說你在這過程當中 學習到如何 學習到的一個經驗跟過程 如何去應對你以後 可能會遇到的過程 你是不是夠開放 去接納異文化 跟有時候不同 可能不是 有時候 怎麼講 compromise compromise 中文 遷就 對 遷就它其實不是 不是拒絕 不是說 我拒絕了我自己 而去 而去 遷就 我是一個委屈的狀態 其實遷就 其實是接受 因為前製作業 你知道 一百多個人 報名了 你如何選取 如何 請大家報名 製作報名表單 那因為一開始 我們是希望 一半是學校的學生 一半是業界人士 那每個報名表 進來受篩選 有些報名表 大家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他就會把他以前的履歷 得過的獎 什麼什麼什麼 都寫得 洋洋沙沙很重要 但是我必須很抱歉 那些都被刪掉了 因為 我們最在乎的是 你看了這些 不同的模組之後 你為什麼會想要報名 這個模組 然後你對於 跟大家合作 跟創作是什麼樣的 想法 這反而是我們比較在乎 我們是要不在乎你曾經是 得過什麼獎 得過什麼獎 然後 報名 我記得前製作業的時候 那前 整個前製作業 大概至少半年以上吧 那最後 真的要飛去台灣的前 三個月 真的是 每天每日 燃燒 哈哈 就每次辦完都這樣子 啊 然後等一年之後 欸好啊 吃菜來玩一次 我知道你沒有想要講到現在 可是呢 我想要問你說 play around 對你現在的生活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這個培養你在你現在的生活 產生了什麼樣子的作用 我覺得它打開我很多 呃 對於訊息接收 對觀點接收的 呃 開放成果 然後 嗯 對生活中的各個議題 也比較能夠 平常心的去看待 不會太戲劇化的去 講好遠喔 不會太戲劇化的 嗯 去處理事情 因為 你必須知道 呃 它前面發生的事情 在你站在你面前的事情 它後面一定還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糾結 跟不同的可能 那如果 如果我有興趣的話 我就去找出 那個原因是什麼 以一個策展人的角度去 對 你得到的 對 對 那你可以 分享一下 Play Around 對你個人 為什麼你會 你個人的角度喔 嗯 身為一個 也是同樣是 藝術創業者 嗯 你 它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它對我的意義啊 我覺得就是我曾經做過 一 一 我曾經做過的一件很 瘋狂嗎 覺得曾經 你好像完成了一個夢想 然後那個夢想完成了 然後 它就變成一個星星 它就 飛在天上了 就這樣搖望它而已 但是 我搖望它的時候 我是開心的 就這樣 沒有什麼 還不然我現在的生活 真的是完全 先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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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還是有點害怕 因為 因為 有一個強烈 努力的 使用 free libre Open Source software 我剛才學會 我剛才學習到 那裡 我剛才學習到 那裡 去教學 尤其自然 學學學學學學院 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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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学學 我认为我做什么 我认为我想做什么 在交易 因为我认为我认为 所以托比,什么是你的关系 和开放的 software 我认为你从你的电视运动 我们有电脑的网站 所以我们能够设计设计 without a fire wall and everything 这一切改变了我的生活 是的,这一切是新的经验 它是一种不同的世界,但是也同样的 如果我记得这个第一个学校 秦达,是一个技术技术的技术 是的,是的,是的, everything was so well organized like really structured from A to B like in the morning they have a program which was like by the minute already designed and this open space, I don't know it was really possible 是的,很多 是的,我非常感到感到这个风格 是这个开始的 这是一个风格的风格 我记得这个邀设计 我记得,你已经有了一天或两天 我不是直接在夜市场中吃了 我都想要吃到一份食物 但是給你吃的那種 但是我為了好的第一次賽 搭訪還我和你的組織 我還會和我現在來的 所以這個啟動出了新訊幫助 也有很多距離人的工作 我一把最精箇種大人在這個時代 我只開始工作與我們的社會裏 我认为我认为一个助手的教育 我认为了学习的事 我认为所有的参与学习的事 我认为所有的参与学习的事 我不是一个人的经验 我真的喜欢很多人的教育 我们讨论很多时间一起来 我们讨论的一种学习的方式 在一种不同的方法比这个识识的通知识的通知识 那是一种传统的通知识的通知识 我不知道,我挺有意义的 因为它是很短的时间 而且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这短的时间 所以我非常愉快, Mark是在那里 因为它是手上的 这就是这一部分我真的想到 否则我会有限制作为10-12日的制作 但在实际上是不可能 这些人是不可能的 我完全认为 我完全认为 你必须变化 你必须变化的计划 金融上是有点不同 但如果人们已经来一周 这不是一个一天的工作 这已经是一个努力 然后在一半个星期间 我认为你会越来越来越多 你会越来越多了 它是太担心了 太担心了 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 我认为 合作的工作 和 如何我们可以开放 一个創造的空间 像人们在外面 然后 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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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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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說這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們之前聊過的夜晚 我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那是很趣 我們在心裡笑著 我們想說 我們當然有一個人興趣 不是一個人興趣 他們給錢買的 他們想一個結果 對他們想一個結果 我們不想一個結果 我們想要一個一個 而不是结果的结果 结果是学习的 是的 也许多了 我们的讨论和其他讨论 我们的讨论 我们也讨论很多人 但是我们讨论很多时间 我们讨论 什么意思 我们教训 我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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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讨论 我讨论很多 这类型的 技术 但是我们讨论 很多小学生 也讨论 文章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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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它是很高兴随着这个做它自身 所以它不是关于你 它是关于其他人的合作 我从那时,我认为它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词 我现在使用它现在 我认为它在文化中,我认为它在文化中 文化中文化,文化中文化,文化中文化 但是我们使用很多的概念我们在文化中 你讨历,你继续育成,你继续成继续成续 这意味着,你必须做出一个地位 在哪里的情况下,你可以做出一个地位 在某些人的一种很常说,我们说是在许多人中, 它是一个地位的地位, 在开始的地位,你可能会有种子生产生, 你也可以做出一个地位, 在一个地位的地位, 这意味着,你能做出一个地位, 在这里的地位,你也会做出一个地位 i think you came up with the name that's what you have, this petri dish culture in mind the whole play around time and space is a petri dish where stuff can grow even unexpectedly but we create an environment that is nourishing the petri dish is actually a good image it's an image that's like a controlled setting but I think what we had in mind wa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在我最好,在我身上,是不像是一件事, 不像是一件事,只是一件事, 只是在一件事, 在一件事,是一件事你生產, 是一件事你永遠改變, 如何你承認和形容它, 这就是一部分的艺术工艺术 在最终的情况下,它是很难的 它是很难的 有什么能够做 什么能够做 什么能够想起来 一个是充满的充满 我认为 在一边是很难的想象 而在另一边是很难的做 因为它改变你的想象 所以你不能说什么最初 可能 我认为是从一个艺术的观点 是怎么想象 你必须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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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是不真实 它只是在你的心 这就是什么我认为非常有趣 很重要的 像这个 这个 digital 我们有的新媒体 或是什么我们以前也叫它 它是像不准备的 它是人造的 它是人造的 它是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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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心 它是造的 在一个艺术的 很重要 是想想想想想 看看去哪个軌道 每天之间 在这根本都是有意义的 让你专门 又理解 hur 在做和认为认为 很多新的新技术 在这种疫情的疫情 都在这种疫情的疫情 都在开放开 我认为这是第一次 我看到我们的政府 公共谈讨论 当然我们使用开放开 这些Apps 所以它在这种程度 但是它不是在这种程度 在这种程度的文化 这种程度的文化 它是这样的 怎么叫它呢 是这样的 Appropriation 的工具 它是稍微失了 我认为 Appropriation 是总是一种主题 我认为在这种程度 在这种程度上 我认为这种程度是非常兴奋的 我认为这种程度 我认为这种程度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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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程度 转移动 但是 我认为 它是很好的地方 我们都要做 有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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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 因为它是在这种程度 我们可以避免 那种程度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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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艺术 和作者 有好处理 有的一些新的工资 那些新的工资 他们会有趣的 为与你思考这种开放的 科目 这样 我们的发展 我认为 我认为 终于 我认为 你 你的 订阅 这是 这种方式 我认为 你 谢谢佩还有谢谢所有大家 那我们现在欢迎佩还有我们的红弦 一起到屏幕上来跟大家聊聊 哈喽大家好 哈喽红弦 我刚刚影片还有没有说错什么 就一直说就是不是事实的事实 应该我觉得蛮好的是 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记忆里面 会有不同逻辑的解释 特别是像最后Tobius跟Mark 对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我没有担心我只是早话 哦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我想的跟你一样 每个人在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观点跟因为虽然我们是在 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处理的方向跟面向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记得的东西跟别人记得的东西都 每个人记得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我才会问你说我刚刚里面有没有哪些说的你觉得好像我这边不是这个样子 但应该还好啦 对对对我觉得 我倒是觉得我突然听完就是 佩跟Mark Tobius我就是觉得我们应该先问候一下所有曾经参与过Clear Round的朋友们 然后不论是讲师助教工作人员学员等等 对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状况怎样 就是有一些还是有陆续在联络或是在社群媒体可以接触到他们 像我刚刚跟佩在我们前任前暖身的时候就聊起李俊这个老朋友 就佩的记忆停留在她在酿啤酒 那我停留在她对于刺青的狂热这件事情 搞不好是要完全另外一件事情 对有可能她现在在完全另外的状况下 对对 对大家好好久不见 对我自己也目前的生活状况 就像我在影片里面说到的Player Round好像当时 现在对我为人就是一个遥远的心情 然后我看我曾经做过那样的事 很开心啊做完就是做过了 然后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你太早关门我觉得 我没有不是不是关门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说 Player Round好像我们觉得她有远景 所以我们不知道就一头热下去 可是后来我自己认真想想 我所谓的远景什么是什么呢 远景只是觉得这样子的创作模式跟合作思维 我觉得会是就我自己单方面 我觉得会对当时台 我不想这样两极性的比较 但是OK直接讲老实的讲就是 觉得当时那种是一个比较新的方式 或许会对大家重新看待创作跟互相连结合作 因为当时觉得台湾某些制度或什么还是蛮僵硬的之类的 所以可是后来发现对经过这几年 从2009现在到2021我发现 我自己觉得 不好意思的说我是真的觉得 Player Round是对可能在 那个时期对学生的创作确实跟后来 我是觉得有一些影响 有一些很像更开放的感觉有一些影响 你自己觉得有吗 有啦我一定是认为有 不然没有必要我们再来做这些事情 这件事情就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是没有应该是说我刚开玩笑说 你提早讲的这像天上的星星 可是对我来讲 像我们昨天跟美玄稍微谈一下这部分 就是他问我说2022你要做什么 如果有Player Round的话 所以其实也许对于美玄问这个问题 或是我其实对我来讲 那个还不是天上的星星 就是他还跟我非常的接近 就是我还是会常常觉得 如果是要做Player Round的话 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他没有变成天上的星星 就是因为你们一直这样讲 我都觉得OK好吧 但是他成为一个天上的星星吧 他可以留心每年回来一次啊 哈雷慧心每80几年还是会回来一次啊 所以阿哉 没有没有阿哉 但是你比如说你说那个倒是真的 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工作方 到后来他如果变成一个形式就没有必要 那我觉得他的确有一种某种形式上的限制 对我来讲是说他的挑战不是别人是挑战自己 就是燃烧 像马克那个就是我每年都要跟他吵这个事情 他就是说五天太少了至少七天至少十天 他们刚刚影片讲十到十二天耶 对我知道甚至还有讲一个半月我们 哎呦这个不是有他啦 其他一些芬兰的朋友说我们之后要弄一艘船 然后人就在上面有个trip 大家就在一起解决问题做 就是这个 留球台湾 对留球台湾之前已经讲过了 那年也是因为啊应该是前年吧 前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来我们是要去留球 这样这个梦 或之前的汉海滩等等 昨天也有谈过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如果你知道想是说 很多大男孩们的梦想 我们都没有改变过 但问题有一个现实的状况 就是你要帮学员也想一点点事情 对 就是我刚刚讲就是 啊这从2008到2010年 他每年都参加 可是他现在已经是上班族了 我听了都觉得心里就是 呃很很感动 就是他都可以把他工作放下来 然后请五天假来参加 play around 那你要告诉我说 但是这个就是你刚刚讲说 哎那你觉得我会有没有讲错 其实不是对错问题 是每一个人对同样的认知 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对就像你讲的形式其实是需要被改变的 因为可能到最后几届群组越来越多 那局限本来是五组后来到七组 然后就加前置后置 十七组变得嗯这样子的然后又压缩在那个时间空间里面 对创作对参与的人还有跟制作的人都是一向慢慢变得不太可能 也变成累而反而变得不好玩了 不过这个部分我的看法跟你比较不一样 其实我们回想第一年play around 他们的时间有少过吗 不是他们时间有多过吗 可是我们其实蛮怀念第一年的 就是说在那个压缩的时间 因为我们通常我们都在讲都是同一件事情 到后来其实参与的人我们其实更随性 就是我们过去还会严格规定 就是不能够自己上课落跑啊 或是不能来啊等等 但是其实到了18年的时候 我们了解每一个参与者有他们的工作学业等等 我们没有办法把人在缩在那个环境里面 就像那个培养民里面 但是08年其实是把人完全放在那个很高压很高速的状况里面 其实08年还是蛮令人怀念的这一刻 到18年其实整个十年过去的时候 我们变得不需要再那么的注重说 人好像必须要得在那个状况下 但是这个事情就变成是说 哦你就是一个ban 我就是可以来参与这样子 那另外关于这种前置的前短期的形态 我觉得那个也是因为 有些人真的很想参与play around 可是他没有办法五天参与 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像那些 你记得那时候应该也是一二年 在那个一个咖啡厅的讲座座谈等等 那些都是给那种 我不能五天参与 可是我可以来听听你们到底在讲什么事情 我觉得像 所以理解是 就是你刚刚讲的 记忆上就会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 我们回到从学员出发这个角度好了 我刚刚也很想问你一个问题是 一开始我不晓得是我自己奇怪的坚持还是什么 我希望来参与play around的人 不光是艺术背景 然后是也不光是学生 所以当时我是觉得你是非常支持 然后你也觉得 那后来到后面play around 慢慢的就越扩大 有不同的形式 适合不同的人士来参与 可是所以如果2022 他可能是往后延续 就时间变宽变松 也可能像你讲的更压缩三天 这个你先问我再回答 对所以你觉得像 play around它是一个属于科技艺术为主 然后是你觉得当初要求 社会人士也可以参与的这种要求 是合理吗还是一种创新 因为通常业界人士就 因为刚开始办的时候 没有人这样做过吗 那你觉得我们当初没有以 因为必须要去跟合作的学校谈说 我们也希望有校外跟或社会人士来参与 这当初对你来讲会是一个困难点吗 没有耶 其实在play around之前 微型乐园已经办过蛮多工作方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有一个 蛮有趣的标的是夜市 夜市工作方就是家训他们在做的 那他们也做得非常精彩 只是说他们没有维持那么多节 所以成人或者是学生对我来讲不是困扰 你在影片录的那部分倒是真的 就是我们有宝账 我们号称现在比较爱说是干爹嘛 就是他就是你的宝账 我们宝账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年有一个高中生 我不知道你们印象 有 对那个高中生就是公园院里面 因为是Uniting嘛 所以他们特别希望那个高中生也能参与 那我们就OK啊高中生就来吧 反正大家就可以一起共学共玩这样子 我觉得我没有排斥这件事情 那台义大那边更是 就是等到09年的时候 就是学校做一个sponsor 他当然希望他的学生们有优先挑选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留一半的机会给他们 然后留一半的给外面报名的人 那因为真的机会昏迷而很有限 所以我们就会透过一个筛选的机制 那严格讲起来就是像你说的 我觉得我没有特别说要学生 对对我没有困扰这件事情 即使是我们讲2022 其实你之前有一个错 那个小的那个脸书的ID 你之前改掉就是pickle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我们可不可以三天的两天的一天的 我们不用办的要死要活的 然后累的要命 然后现在你现在跟我讲13天12天 其实我都非常喜欢马克讲的这些所有事情 但是呢你自己办活动的你就知道了 就是当讲师跟主办单因为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loading 我昨天还讲说为什么汉海滩没有成 我那时候跟大潘讲了好多次这个部分 然后呢他就说你们要把学生带去海边 然后这个风险谁要负担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保险公司 对可是我就是说他的学校作为一个资源 我觉得每个地方的人跟要顾忌的东西的确非常不同 那这个这么浪漫的事情我也觉得很棒 所以我才说有一天我们就是跟马克一起去宜蘭的海边 就是完成我们自己的Picco Playaround 就是两三天住在宜蘭 然后对就完成这事情 所以十几天这样不是不行 而是在于说它更像是我们自己艺术卦里面 自己的一个心目中的小旅行 它跟大众真的没有太大的概念性 因为那个的条件变得比较难 你懂我意思吗 它有点像是精英式的 我说精英式是说佩 那我问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能够把你家的小孩跟老公先搁着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就是我讲的精英式 我懂它是一个Niche 是一个有选择被筛选过后一个Scent 对 所以当马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他有这个条件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当然他也会觉得是说OK 那我们就是能够符合条件的 我们就一起来 就可能说如果我们就譬如说 如果是以这种10到12天 他比较会像是一个 他的进入跟出去的起点跟终点 人们他可能不会是同一时间的 可能是某一批人是这个时段来 然后中间有交错 然后如何让这些交错做一个衔接 继续一起创作下去 这比较会是就是比较自由进出的状态 但是中间是要中间的连接点跟 跟那个创作衔接是必须要设计过的 所以你有发现吗 其实马克讲的这个部分 其实已经变成是 Pray Around的专业版本 我所谓专业版本 是啊 我们还不够专业吗 等一下 没有你误会我的意思 我所谓专业版本就是我作为一个Artist 或是作为一个投入这个领域 我十几天里面在里面有各种可能性的发生 我可以进去出来不玩或继续玩 但是原来的Pray Around 比较希望在 你看我们那时候做的就是 你必须得上课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毕竟是一个一半以学生为主导的 可是我的意思说 我们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 不一定是说以学生为主导 因为是先有这些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课程的设计就是科技技术的发展里面 我们有没有一些基础的know how 在那边可以先发展 就是说我的意思说 现在在讲这个十几天的 未来2022的某一种版本的时候 我感觉其实是某种 就是我刚刚讲的是更niche 更专业的 他或是更有条件式的 他才可以来玩这件事情 不然我们把这事情 我们现在来勾勒一个2022的workshop 你要办艺术村吗 这意思说 对 但是这个事情很难 就是说我现在题目就是说 孩子们我们现在一起来玩 科技技术的跨域各种想象 然后比如说就刚刚讲 关于未来人的形态是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我要教什么东西 我们 你记得那年Pixel 8也是这样子 就是 你可以自己在里面上完两个小时 你就觉得这好无聊我要换 你可以在这个 你就可以在这12天里面 得到完全不一样的养分 然后就是我们只重视这个过程 不重视这个结果 你去了几天 我就是参与全部啊 12天 我应该 但是应该 我应该觉得他们没有到12天 反正我就跟他们 从差不多一个礼拜 对 就是在一个 在贺心机啊 或者是小岛啊 对 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的时候 对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 跟很奢侈的事情 我不觉得 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参加这个事情 对 那我也很希望有这部分 对啊 确实 嗯 因为 因为 讲到 ok play around他这样子 我们说12天这种形态 不太可能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 嗯 我讲到哪里了 嗯 嗯 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着吗 嗯 嗯 这样子的要求 是对现实在台湾生活的 紧凑状况 其实是不合理的 对 对老师来讲也很紧凑啊 不是也只有学生 对 其实台湾是有足够的条件 像 因为赫尔西 比如他们在赫尔辛基 跟小岛中引动 台湾其实也有这样的条件 是啊 是啊 对啊 但我意思说 串联的方式会不同 我们现在就是刚刚讲的 其实本来我们在规划 从台湾到沃沃沃 然后沃沃沃再回来 对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 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来 征荐报名 对 但是不要忘记哦 Pixel X那些东西都是有收钱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忘 嗯 对吗 对吗 你在欧洲本来办很多的 Festful都是要收钱的 你怎么可能做Fairy不用钱 你怎么可能吃饭 对啊 对啊 对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全部都不用钱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就希望 我们本来希望这个事情 环境很棒 然后学生在里面得到很多 他想要得到的 另外一个我们的确有找Sponsor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就跟一方面找Sponsor 又说要给学生收钱 对 而且我们也计算过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那个 dilemma 就是 为什么台湾很多 就是 专业的活动 收钱很正常 就算你有Sponsor 就算你有公部门的Sponsor 还是可以收钱 是是是 专业要平衡 对对对对对 但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做过很多次 不一定跟谁有那种关 你部分工部门拿你的资金 但是你对外收费 对外收费的学生常会 或者参与者会有一种感觉是说 你这个是有价格 所以我就会帮你看成是一个收费的课程 就是一个佛心的课程 跟收费的课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是不行 就是一定要有客人服务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譬如说你不可以学生 或是老师说 我今天有点心情不好 或今天状况不好 对 有人举手 有人举手 嗯 对我举手了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概只剩五分钟的事情 好 我们要趕快收费 我们聊得太快就结束了 但是的确讲到一个很 就是dilemma的部分 就是如果是 拿到公部门资助的活动 他本身如果又在付费的话 参加的人他的预期 的确又会不太一样 嗯 那会不会又是一种方式 是可以让真的想来的人 他们因为有付费了 他们也知道这样的情况下 会不会更投入 或是更愿意 一时而来这么长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可以在实面上讨论 然后最后一位 其实五分钟我想说佩 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话 或者是想跟红贤说说的话 除了我想这句话除了是跟对我自己说 应该也是对大家说继续创作 创作不一定要会是艺术作品 你生活中都有各个不同可能的创作 嗯嗯 然后祝大家健康快乐 疫情快点过去好烦喔 欸我们这边又快要Lockdown 奥地利Lockdown了 哈哈好惨 我们每天四千多个人欸 哦 台湾处于归零状态 台湾是世界太平 对对对 嗯嗯嗯 那我也是我觉得 嗯 Toyle Round如果你曾经参与过 有留下一点点感动 我会希望他有一种延续 你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去做好吗 就这样子 嗯 对 祝你顺顺利利Asher 没想到我本来还把说不知道聊什么 结果没想到这么随便聊就没时间了 怎么办 哈哈哈 我们因为可以聊很久吧 对 对啊 希望可以赶快回台湾一次 嗯 嗯 去找你喝茶 嗯 谢谢大家 所有的人 美学莫妮卡 还有Vivian 大家的协助 跟 嗯 感谢你们 嗯 我这边也很 谢谢Pay 就是做的影片 我自己看是蛮感动的 就是 因为我们 团队大家看 每个团队都看了两三遍以上 包含字幕啊 或者是影片 嗯 的节奏 然后每一次看都会有一些小细节 觉得是 怎么讲就是很自然 然后又很 慢慢慢慢把故事说完的感觉 对我来说那好像一定是一种个人特色 然后也很期待我之后 Pay可以来台湾 不许 20 2X年 我们真的办了一个 Play around variant 就是它是个变体 哈哈 哈哈 十几天的变体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就希望Pay可以来 然后我也好想看看现场的表演 哈哈哈哈 可能 好 好 我 我自己本身的创作是非常缓慢的 但是有不同 有拉 就小孩现在 快要上小学了 我发现我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 所以 我也慢慢开始 除了Play around 其实有很多延伸 是我们两个之间可能 没有不知道的 其实有蛮多 像就是Hectaria之后很多延伸 多多少少也都跟Play around 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最近也开始在剪起 Hectaria的一些东西 帮他收尾 所以 嗯 我觉得慢慢的会演 这些慢慢的延续 是一直存在 不然我们也不会 在这么多年之后 大家还还在聊天 对不对 嗯 嗯 嗯 希望有一种延续吧 嗯 嗯 以某种形式在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好 今天这个活动就到这边结束 然后 也希望期待两位可以 之后真的在台湾见面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然后 鸿鞋应该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可以招待 一代家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只是想到 Always Always 一代家人 好 那大家拜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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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